嗨大家好,我是坦平说 在那家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3月1号 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胡聊胡事胡指胡A 以及胡怡敬老师 今天这个走势啊 对散户来说还是不错的 胡指啊,集体收涨 虽然涨的不多 涨了这个0.39% 但它好歹是个阳线呢 咱们也说过了 这个大会期间 应该是在三间点上下震荡 涨一涨跌一跌 涨一跌涨一涨都很正常 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我看有很多散户啊 不管是出出什么目的啊 或者出出什么心态 喜欢看的中单边上涨 或者单边下跌 暴涨暴跌 要跌就天天跌 要涨就天天涨 这种不是常态啊 这种说白了也不正常 它就是跌 它也是重心下移 跌的过程中 它也会反弹 弹了之后 是为了更好的下跌 它的重心啊 不断的下移 涨 它也是 涨的过程中 它也会回调 回调完了之后 它再涨 它重心啊 不停的上移 我看有网友留言啊 说中国不会出现牛市 这个话不能说的太绝对啊 这个美国它就是牛市 你要说美国美元太厉害 是印通货 那印度它也是走牛啊 也是牛市 你说印度 它这个国家很特别 参与的人都是婆罗门 或者至少是沙利利 那越南呢 越南的股市 走的也不错啊 难道越南顿 比人民币更值钱 所以你不能 因为中国这个股市啊 十几年一直在三千年上下震荡 得出个结论说中国不可能有牛市 这个不对 我一直相信它病治好了 牛市是有可能的 那话要说回了啊 把它病治好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句话 不是那么轻易 很轻松的一件事 因为长期以来啊 在资本市场这个利益啊 盘根错节 经常听我节目的人 应该知道 这个村长啊 也未必能搞得定 但是咱们不能因为这个 就说啊 你就是把病治好了 也不可能有牛市 这个说法不对 我们既要看到 未来这个有牛市的可能 也要看到当下 这个股市资本市场 有这么多问题 这个问题都要解决 这些问题不解决 即便后面有牛市 那也基础不牢啊 地动山有 另外一个啊 房地产走了二十年的牛市 那为什么股市 它就不能走牛市呢 所以说这个不能说死 对吧 不能一棍子打死 关注这个争论啊 咱们下面还要讲 这股市里面的专家 他们也有争议 就对这个问题 我们先说说这个 胡锡进老师 这胡锡进老师 昨天啊 收盘以后 他发了一个小作文 又是振奋人心呢 他说今天的政治局会议 给两会订了很好的基调 老胡看了 真是很振奋 加上今天股市大涨 迅速反报了 昨天的跌幅 这是他昨天收盘之后写的 他说似乎表明 现在一跌下来 就由资金进场抄底 市场环境和心态 都有了显著变化 感觉全社会的信心 再重新聚集起来 会议要求 今年切实增强经济活力 防范化解风险 改善社会预期 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会议还要求增强宏观政策 取向一致性 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会议通报在最后特别强调 要加强政府资深建设 坚决纠置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真抓实干 埋头苦干 善做善成 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国家真下决心抓的事情 没有棒不成的 这是老胡的长期经验 比如整治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一些人背光 老胡则相信 鉴于他们是真正搞活经济 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严重障碍 他们的存在空间 今年一定会被压缩的 适时将教育那些以为通过躺平不做事也不犯错 就能成为赢家的人 2024年中国充满希望 有网友就说了啊 胡锦老师吊盘的老毛病又犯了 几天没吊盘 职业病犯了 大家要理解 隔一段时间振奋一次 老胡是个新股民 他恐怕还没经历过开大会 股市就会稳定 那么一个月 这是任务 老胡对这个没有体验 所以说大家要原谅他 他认为这个一跌下来 就资金抄底进来了 这个是老胡自己的断言 没有什么新增资金抄底 都是旧市资金的 在拖底 管老胡的这个职业病啊 咱们没有什么要谈的 职业病也不好治 也不是说那么容易啊 轻易的就能治好 有的职业病啊 恐怕要伴随他终身啊 就一辈子 但是老胡啊 今天发了一个微博 主要聊炫富 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 这个确实是个很好的话题 值得大家深思啊 尤其值得华人 或者是东亚这个圈子 真的要认真思考一下 这个胡锡进说啊 啥叫炫富 他说印度首富安巴尼 将为儿子举办一个婚礼庆祝活动 比尔盖茨和扎克伯格等一众 全球富豪和知名人将参加 特朗普的女儿 伊万卡也在受邀之列 更不要说保莱坞的明星们了 在中国 即使哪个富豪钱再多 也有心狠狠炫一把富 他们谁敢这样做 大众舆论唾沫 还不将那样干得富豪淹死 要知道 安巴尼儿子婚礼 七月才将举行 但庆祝活动 三月份就将拉开 回眸 整个印度都将飘着富豪私家婚庆的气息 他说这个炫富 印度的贫富差距 说印度是个贫富差距 赤裸裸合法扩大的国家 这大概与印度种姓制度 将人分为四个等级 穷人能够接受富人挥霍无度 富人炫富 因此根本不顾及社会感受的结果 所以擅述这位印度首富 在孟买中心 有一栋很突出的大楼 28层高 但他不是半共龙 而是这位富豪的家 据说里面除了正常的起居空间 还是娱乐和运动的小王国 关键这个首富 很好意思把自己的家 高高建在市中心 俯瞰整个城市 让民众漏过时 仰望他 他不怕因此而招恨 不会因为这样炫富 羞愧和产生不安全感 在普通发展中国家 大亨炫富现象比比皆是 在墨西哥城 老胡在一个富豪家里用餐 是市中心一座典雅别墅 吃饭时有人在旁边弹干琴 做背景音乐 这位富豪在乡下 有着百万公顷的土地 而这些国家 又都有大量贫民窟 在离印度富豪 安巴尼加不远的地方 就是世界最大贫民窟之一 孟买贫民窟 然后老胡感叹感慨 他说走了世界的老胡 有个极其深刻的印象 中国真的是发展中国家 离对实现社会公平 最为努力的国家之一 也取得了很不错的效果 印度一个富豪家中 能用上百名仆人 中国哪有那样的富豪 印度中产阶级家庭 比如老胡去了一个夫妻俩 都是记者的人家 就用着三个仆人 一个司机 一个打扫卫生的 还有一个专门做饭 中国哪个媒体人 家人沿着起三个保姆 在印度等穷国 贫困的老百姓 很接受自己的命运 中国老百姓则有强烈自我改变的愿望 几乎每个人 每个家庭都做过或正在做出努力 除了改善自己的人生际遇 尤其希望改善孩子们的人生 让孩子比自己过得更好 而在其他发展中国家 父母是仆人 儿子接着做仆人 没有人觉得不正常 中国这些年做了 另九千多万人受益的扶贫攻坚 打破阶层固化 是社会舆论最响亮的口号之一 当然了我们做的认识不够 与发达社会比起来 我们的短板是农村和低收入群体的福利保障问题 国家的财富认语远远不够 但是促进公平正义 是这个国家坚定不移的目标 我们一定能在这个领域越做越好 关于胡锡进的这个叫炫富论 或者叫印度的贫富差距这个 我觉得胡锡进老师啊 这个属于雕盘不当 不当雕盘呢 就是没雕好 首先一个 就是大家都念过书 咱们都清楚啊 中国人不信命 对吧 要突破阶层 改变自己 或者追求公平吧 这个不是现在才有 两千多年前呢 陈胜吴广就已经喊出了 王侯将相 另有种妇 还有什么狗富贵 勿相望 最后再来一句 燕雀安之 洪湖之至 应该这么说吧 如果说陈胜只是个草根 是个农民 那这个史记啊 项鱼本记 有记载一句话 项鱼看见秦始皇的这个 一战队 他的车嘛 路过项鱼的这个老家的时候 项鱼就指着华盖嘛 总之一战队说啊 彼可 去而代之 两千年来 这样的话 布绝于耳 这样的话 一直在激励着 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呢 大家都是追求平等 都不信这个命呢 他不是现在才有啊 还有谁说的 什么生子 但如僧中谋啊 僧儿子都像他那样的 这厉害 我不知道印度 他有没有这种文化 对吧 印度那个种姓制度 对吧 不同阶层的人 各安天命 对吧 这是文化不同 这是对吧 历史上 中国人就喜欢追求这种公平平等 要打破自己的圈层 不行的话 就暴力革命 是不是东亚文化都差不多 第二个啊 就胡锡进说了 说印度贫富差距 赤裸裸的 合法化 就是他的贫富差距越大 对吧 不停的扩大 他这个说法 是这个乌鸦呀 站在猪身上 嘲笑猪黑 有异曲同工之妙 前不久啊 咱们有各种机构 给出来的数据 有六亿人 这个月收入吧 是低于一千吗 有什么九亿人 月收入是低于两千的 在中国啊 你月收入低于一千 你那个生活水平 你那个待遇 那和印度的 那些富豪的仆人 他的收入 他的待遇 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就胡锡进老师看到了 印度的富人 对吧 有那么的仆人 他觉得他理解不了 你实际上 你要按照这个 咱们自己给的数据 咱们有六亿人 或者是九亿人 你的生活 你的收入 你的待遇 恐怕跟印度的那些仆人 也差不多吧 我不是说绝对的 就是你在中国 两千和那印度仆人的工资 我是说的是 这个地位是差不多 你在中国拿两千 你所处的这个地位 和印度那个 在富人家里 做仆人的这些人 地位有什么区别呢 中国恐怕是 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 你无论从央行的 对吧 这些报告里面 各大银行 金融机构的那个存款 五十八万亿 有多少是老百姓的 对吧 这里面绝大部分是 百分之一的家庭 但是回信里说的也对 就是中国人 他在炫富这一块 恐怕跟印度不太一样 这个确实有 就是中国人 他不是不炫富 是中国人 一有机会就炫富 但是从现象上看 炫富的少 为什么呢 我觉得一 很多富人的财产 经不起查 恐怕来路不正 你要倒霉的 所以咱们叫 闷声发大财 前不久那个炫富的 对吧 叫什么北极链鱼 这个还是小小的炫一下 胡锦老师也警告人家 对吧 你赚钱了 就不要再到处炫富了 你一炫富 有人就跑你祖坟 就要查你的钱 怎么来的 你有钱你低调一点 大家应该看一看 胡锦老师在那个事情 的评论是这个 基调的 是让这些赚了钱的 对吧 你们低调一点 今天发的这个微博 又说啊 中国人不炫富 这不太对啊 中国人是矛盾的 他有炫富的冲动 都是表面关心的 你就是农村里也这样的 实际上收入水平很低 但是他要抽中华 喝酒也经常提茅台 你再看看社交媒体上面 动不动都是几个亿的 几个小目标 动不动都是年薪几百万 不都是炫富吗 所以说一有机会就炫富 只不过是那个顶尖的富豪 他没有像印度那么炫富 要么就是炫富 你不知道 他保密 炫富要炫耀出来嘛 但是他是叫精准炫富 或者叫什么 在一定范围内炫富 你这些韭菜不知道 免得让你们看了之后心里不舒服 中国那些有钱人 那个过着奢华的生活 回敬老师难道不知道吗 要说穷心 穷奢极欲 就是这个 比起花钱 比起这个享受 我觉得中国人不输印度 美国的那些豪宅 那些山庄 动不动多少亿的 都是谁买了呢 所以说回敬老师 他只拿一小块来比较 印度有钱人可以在市中心 在最高楼里面 俯瞰 俯瞰这个整个木买 但是中国人不敢 这个说法也不对 这个普通 那么的高楼 难道那上面没住人吗 住的都是谁呢 印度人为什么敢炫富 在国内炫 某种程度上 说明人家财产 来得官民正大 第二个 最最重要的 人家是保护私有财产 所以他不用担心 我想胡敬老师 不会不懂这个 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他无非就先扯到 这个社团 为了大家的公平 一直在努力 缩小贫富差距 一直在努力 他无非就先表达这个意思 哪里呢 实际上现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为什么出了这么的刺激政策 对吧 为什么 从这个金融系统 金融机构来看 明明有那么多存款 明明有那么多人 需要买房 结婚 刚需房的 但是为什么大家都不买 大家喊着没钱 这就是已经 叫贫富分化 到了极致了 大量的钱 集中在少量的 这个富豪手上 对吧 广大的韭菜 人民群众 实际上没钱 他想买房 他没钱 为什么中国人不在国内炫富呢 或者他炫富他不让你知道 但是让特定的对象知道 就是我刚才说的 一 钱来路不正 你一旦炫富 那好多人就盯上了 就要把你查个底照片 经不起查呀 第二个什么呢 第二个 咱们现在法律 对吧 这私有财产 到底怎么着呢 也没个明确的说法 但是你不能妨碍 人家把钱 转出去之后 人家在国外炫富 你拦不住啊 前不久 这个国内的互联网巨头 他不就跑到新加坡出手 小意思 几个亿买到房 最后我再说一说 我认为这个现象 对中国的经济不利 就是说咱们要对症下药 一个 我们当然要提倡 你的收入要合法 对吧 你非法收入 在哪儿都不行的 你要合法 第二个 合法收入应该予以保护 光明正大 要旗帜先明的 保护合法收入 保护合法的私人财产 在这种情况下 那他炫富他就炫呗 应该官容啊 他赚的钱多 他花 对吧 一他官容 二他促进了消费啊 总比那些富豪 赚了钱他不敢花 就存在那儿 变成个数字 也不例如刺激消费啊 他买了一架飞机 你让他买五架飞机 不挺好的吗 他买了一套别墅 你让他买五套别墅 这房子不就卖洞了吗 所以我觉得胡一静老师啊 他说的不太对 这个方向搞错了 应该是提倡 保护私人财产 第二个 要让这些富豪 你的收入要合法 只要满足这两个 你炫富吧 我们应该 容赎别人炫富 不能因为人家炫富 就想着去分人家的财产 均贫富 你不这样的话 这些富豪 他把钱全轮到国外花 那咱们不是损失的更多吗 炫富和阶层固化 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你固定在这个阶层 和人家炫富 没关系啊 人家炫富应该更加 激起你的善进心 你的努力 你要改变 你要突破你的圈层 你也像他一样的富 然后我们再谈一谈 关于新的村长 在新年之后 这个座谈会上 跟着媒体报道 说两位资本市场的大佬 一个叫吴小球 和这个贺强 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交锋 资本市场 这些大佬都敢说话 但是他们观点也不一样 这个贺强呢 他主要的观点是 要逐步推行这个T加林 促进资本市场 更大范围的活跃 而这个吴小球啊 就是针锋相对 他坚决主张 不要在交易环节改来改去 而是应该集中力量 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 对于那些存在造假行为的公司 给予毁灭性打击 经常看咱们节目的 应该知道 咱们的观点 跟吴小球 应该是差不多的 就我支持吴小球 教授的这个观点 就是根本问题 还是上市公司的质量 还是这些中介机构 他们的操守 还是这些上市公司的大股东 实际控制人 他们的目的 他上市就是为了劝钱割韭菜 还是真的说 我上市是为了发展 为了回报社会 实现共赢 他也赚钱 投资者也赚钱 你老是在交易环节 去动手 一会儿说人家量化 做空 把量化给限制 一会儿又需要量化 一会儿搞熔断 一会儿觉得熔断 又助长助跌 把熔断取消 你就来回这么折腾 有什么意义呢 一会儿取消硬化税 一会儿硬化税也恢复 一会儿提价零 一会儿提价一 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 都是权宜之计 甚至某种程度上 还助长了炒作之风 有网友现在就提出 要严惩这个中信证券 理由是什么呢 说中信证券 帮助山市公司 超额募集资金 破坏股市秩序 列举了很多例子 什么核卖股份 山市 这个中信证券 就帮他超额募集 原计划 这个核卖股份 山市募集五个亿 结果募集了多少钱呢 55亿 多了50亿 你说这个资本市上 还是钱多 还是什么原因 钱多 那怎么股市不涨呢 一直在跌呢 实际上资本市上没钱 钱很少 本来他募集五个亿就够了 结果他还要超募 募了50亿 就拿了更多的钱走了 离开 所以说大家觉得 你说中信证券 他在干什么 就选这个血啊 抽的还慢 抽快一点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这些中介机构 跟这些山市公司大股东 沆息一气 割韭菜 等等啊 还有很多这个罪名啊 中信证券 帮助山市公司 超额募集资金的案例 揭示了单前股市中 存在的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 不仅对股市长久发展 造成破坏 也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 因此我们应加强 监管和处罚 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 这就是 乌亚球啊 说提高山市公司质量 我认为还要加上 严管中介机构 券商 会计师事务所 历师事务所 把这些主体 把他质量提高了 又有专家说啊 马官员说啊 说这个村长啊 召开座谈会 应该邀请 100个散户参加 在网易新闻 官员观察节目中 近期新上任的 证监会主席 召开多场座谈会 对此 著名经济学家 马官员建议 机构投资者 不会提出 损害资深利益的办法 因此应多邀 散户参加座谈会 让散户提出 如何改进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 对此 大家先看看这个视频 这一次我听 邀请了很多人座谈 我真的希望 邀请100个散户 让这100个散户提出 如何改进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 散户提的建议一定是最后的 因为散户受的伤最重 他知道哪个地方不公平 少找机构 机构不会提出 损害他们利益的办法 我是向这个新当选的证监会主席 我的一个建议 就多找散户留 少找机构留 我们现在的问题 就是散户得不到保护 实际上还是一个老问题 你资本市场 这个善生公司质量不提高 这些中介机构在这坑蒙拐片 跟大股东一起做假仗 那么你这个市场 必然是穷鬼杀恶鬼 机构和散户之间互杀 实际上他们都是受害者 马官员呢 把机构和散户对立 毕竟机构也没赚到钱 2023年哪个基金赚钱了 无论是私募还是公募 不都是赔得一塌糊涂吗 谁赚钱了 大股东 中介机构 一级市场把钱抽走了 二级市场都是穷鬼杀恶鬼 对吧 你这个时候 让散户和这个 二级市场机构对立 有什么意思呢 你把二级市场机构 手给它绑起来 那二级市场机构 它就不投资啊 我没钱 那机构的钱出哪来 也是机民投的嘛 或者是其他的 什么保险公司给的 人家也是要赚钱 对吧 你把人家手给绑上 你不能赚钱 让散户赚 那人家就不投资呗 靠你散户 能有多少钱呢 所以这个方向都是错误的 从这个监管机构来说 机构散户 那都是市场的参入主体 对吧 他们都是投资者 无非一个是 带人理财 一个是自己给自己理财 一个是替别人投资 一个是自己给自己投资 就这点区别 它都是市场的这个投资主体 不能厚资薄比 对吧 一会儿把量化取消 一会儿 对吧 又提上量化 因为量化交易 它可以活跃这个交易量 资本市场很活跃 你把它取消了 好 这个交易量以后会下降 但是现在没有取消 现在是抑制 有穿严要把量化取消掉 就这么改来改去的 你到底让谁玩 不让谁玩 所以说从这些环节下手 实际上是本末倒置 曾经会啊 实际上 咱们说简单一点 把欺诈善事 把作假仗 把这两点给管好 这个病呢 就好了一大半 美国的资本市场多少年了 我没听说过美国天天改交易规则 好 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